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吗 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 我经常想 如果 我要是被中用 我一定当一个后头 扪心自问 我觉得这我真是花钱 决心有 像和尚一样的工作和检查工作 当个清官很难吗 我跟你们四个说清楚 不要搞水质清泽无鱼 不要封锁我 让社会的不良风气吹进来 我可以不收 但他们不可以不送 你这叫行贵吗 你这叫求我办事 拿这个考验干部 哪个干部经不起这样的考验 小门啊 我又要批评你嘞 不要把咱们的同志关系 搞得很庸俗嘛 丑不丑的 你别说 我还真没吃过变成像人家兵啊 哈哈哈哈 小的美 你以为 有钱能失误 我去我 你会跑 我们的流动 都被你这种人给带坏了 东华人民 都管你 你跑得出去吧 我爹 拒绝别人 非常过瘾 钱不揣在兜里 揣别人脸上 也是一种想象 我不揣你们的钱 你们永远怕我 今天我要揣你们钱了 我该怕你们了 自从眼龙桃眼睛 今天确实产生了一些变化 因为坐到这个位置上 就自然有了 永远是非的能力 放进了堡垒最容易从被捕 不破的道理 曾经加入法杆的官话 说得越来越真诚 恶意复仇的话 听得越来越说 虽然还是做到了 拒绝贪污受惠 但却没能防堵 别有用心的属下 对我身体上格外的关系 屈如里面 有坏人啊 愿意为自己是个例外 没想到还是栽了个大跟头 真是防不胜防啊